好了,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呢,真的是非常高兴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开源相关的大会 非常感谢主办方今年有这样的机会 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开源开发者 在这个大会上可以互相交流自己的项目 所以呢,我今天的一个主题也是一个开源项目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叫做基于任务的 并行计算与异步通信的引擎叫做C++ Workflow 我叫李颖兴,然后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其实原先呢,是在搜狗 然后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合到腾讯了 我是系统架构部的一名开发 我原先有着8年的C++的系统架构的开发经验 原先主要做的事情是 key value的分布式存储相关的事情 然后最近也在做一些网络通信相关的东西 最近其实在这两三年以来 其实我们都在做一个叫做C++ Workflow的这么一个项目 它其实可以简单的说它是一个pass层 但是它不只是一个pass层的一个解决方案 同时呢,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基于任务模式的 做并行计算和异步调度通信的这么一个引擎 同时呢,我自己个人的话呢 我也是基于这个项目的RPC框架的SRPC的主要开发 然后我们的项目是在2020年开源的 自从Workflow和SRPC开源以来呢 我主要做的事情同步的除了我们的项目开发以外 然后我也需要去做就是我们的开发者生态的这块的建设 然后以及我们的一些非常多的一些生态项目的调研 然后跟女员生的结合呀等等相关的事情啊 非常多值得做的事情 然后今天先来介绍一下我今天说的一个流程吧 我其实今天具体主要的是前三部分 一个是基本的内容的一个介绍 另外呢,第二部分呢会介绍的比较详细 就是我们一个基于任务的一个异步框架 它其实在设计上有什么特别的值得分享的地方 那么它的架构其实我会讲的比较详细 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更进一层了 就是我们其实不仅是做一个引擎 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私家家的编程范式 所以这部分会介绍一些就是编程范式相关的思想 然后之后两个小点呢就会介绍到 我们的一个重构的一个例子以及我们的具体的生态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正式的内容了 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在GitHub的这个位置上 可以看到我们的项目 然后在就是看这个视频的期间呢 其实大家也可以一边去浏览 因为很多的一些具体的文档 其实我们都在GitHub上面会建设的比较完善 然后这个我怕我今天讲的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 然后呢 Workflow它其实是什么呢 一句话来概括呢 其实是这样的 它其实本身是SOGO的C++的服务器引擎 它现在其实基本上支持了SOGO的所有C++在线的服务 包括什么呢 包括搜索 然后我们熟知的云输入法 然后以及在线的广告 那么它每天请求的一个量是几乎是在百亿级的级别的 那如果说它有一些就是具体的特点的话呢 就首先可以看到四点了 第一点就是它其实是对异部资源的一个调用 什么异部资源呢 咱们其实经常见到的就是网络 然后计算 其实还不止还有文件 IO然后或者是定时器之类的 Workflow做的事情就是对异部资源的一个调用 第二就是它允许用户去组装不同的异部资源 这个就是刚才介绍到的 我们是一个基于任务的一个tax-based的 那么它其实重要的点是在于 我们可以让用户就是非常方便的去组装不同的异部资源 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复合的任务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跨平台 然后并且是支持多操作系统的 第四点呢就是其实Workflow 其实你会看到它其实不只是通信 然后也不只是计算 那么所以其实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RPC 然后它也不只是一个调度引擎 那更多的我们要为它做什么呢 如果再去做一些通信相关的或者是一些服务相关的东西的话 我们会为它提供基本的控制逻辑 这些基本的控制逻辑呢 包括什么就是包括我们的基本的服务治理 然后我们的load balance呀 然后以及我们的一些选取策略等等这些 我们常见的pass层基本的控制逻辑 我们其实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是在2020年7月份开源的 目前来说呢是收纳在了CNCF的landscape的一个pass的一个分类里边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层次吧 就是这一整个框就是Workflow它去作为一个pass层 它里边所对接的东西 那么它先看一下它的外部吧 它的外部的话首先是这样 它可以跑在一些不同的平台 然后不同的操作系统 然后不同的体系结构上面 那么右边可以看到Workflow它既然作为一个pass层 那么它一定是接口上面是支持非常多的其他的一些集群的 所以所有的一些log集群 然后trace集群 然后监控集群 这些我们都是以生态项目去这么的一个合作方式去添加 所以我们只要提供了接口 那么所以我们都可以去对接具体的一些监控集群 然后整一个Workflow内部是这样的 它作为pass层 那么最底层有什么呢 有我们刚才提到过的 我们去作为一个service 我们会有基本的一些控制逻辑 包括我们的一些路由策略呀 然后DNS其实里边也是自己实现的 然后一些基本的一些服务的熔断等等 然后中间的这一层就是具体的调度了 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一部资源 那么我们需要去调度起来的话呢 网络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常见的一部IOCP和KQ 那么计算的话呢 其实内部也实现了一个具体的计算队列 对于其他的一些调度也是类似的 这里的具体的一些组合 等一下会详细的讲到 然后在上一层呢 就是用户比较经常接触到的 比方说具体的一些协议 然后或者是具体的一些 就是我拿到的一个计算的具体的对象 或者说是一个网络具体的对象 那这里呢 右边就有一个小图 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就十几行 就可以实现一个C++的server 就是其实大家如果是用C++比较多的话 其实都知道在开元界 C++这几年应该是没有一个 非常新的PASS层的一个模式出现了 那么Workflow我觉得今天比较值得分享的就是 它确实是这几年来就是在开元界内 C++里边的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模式 虽然就是这个接口看上去很简单 但是其实它可以实现非常多的功能 那我先在这边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首先它是融合了计算和通信的 所有的一部调度其实都可以融为一体 第二点呢 就是它的层次其实是非常适合我们去做一些就是二次开发和复用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它的无论是计算或者是通信 它的层次都是非常的对称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引入了就是算法和协议和具体的业务逻辑 开发应该是非常独立 然后非常接偶的 所以我们会认为任何一个异步的操作 其实它都是可以被封装在一个具体的任务上 所以无论是具体的算法或者是具体的协议 他们结合了任务之后 他们其实就可以做一个就是边界非常清晰的任务 这个是我们在就是编程思想上面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第四点呢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用户接口了 就像这边我们起一个HTTP server 其实我们必须接口是非常简单 然后不希望它去带一堆模板呀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就是东西 然后呢 另外就是我们是自己实现了不同的协议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基于自己做的一个异步的框架上 我们自己实现了HTTP 实现了Redis 也实现了MySQL和Kafika 也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天然的纯异步的MySQL和Kafika的客户端 这个在你去找轻量级的MySQL的异步Client的时候 就是可能你会发现 真正做到纯异步的workflow是绝对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 除此之外 DNS和WebSocket也是我们自己去实现了的 然后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么多功能 然后我们会去具体分三层来去介绍一下它的整体的实现的架构是什么样的 第一层就是它的一个异步 异步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具体用了这么多资源 然后这些资源呢 其实就是GPU CPU网络 然后Timer 然后以及是文件的AIO 然后并且呢 所有的资源它要去用的时候 其实我们为了要打通它 我们一定要不同的资源 它都要去封装出一种同等的调度单位 然后这一层是要非常对称的 然后第三层封装出同等的调度单位之后呢 我们就要为这些调度单位去做一些管理器去组织起来 比方说县城我们要去管理起来 然后连接我们肯定也要去管理起来 然后呢 另外值得说一下的就是 我们的一个就是计算 其实是有一个就是申请了专利的一个计算队列 那么它是可以同时兼顾了不同的优先级 然后以及突发的高优先级的情况 它都可以做到尽可能均匀的把所有的计算任务调度起来的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整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层次 然后下一张图呢 就是为了体现不同的资源它的一个对称性的 这个怎么说呢 首先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以计算和网络这两条线为例子来看一下 计算那么它是个CPU资源 那么它可被调用的单位是什么 是线程网络呢 它可被调用的单位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个SocketFD 那么我们再往上一层就可以看到它一定会有它的管理器 其实对于实对于文件 它也有一个文件的FD 对于时间的话 其实它我们现在是用一个他们FD来存的 那么所有的这些比方说我们想做超时 或者说我们想做一些具体的一部的事情 我们会通过系统给我们提供的一部机制 把它们同样的去封装起来成为一个调度资源 然后第三层大家也都是非常对称的 就像计算和网络这样 我有一个执行器 然后或者说我也有一个通信器 在上一层是什么呢 就是具体的控制逻辑 在计算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 会有一个具体的调度策略 那么在网络上呢 它其实就是有刚才提到 我们对连接要有管理的话 那么连接它的一个连接数限制呀 它的一个具体的路由功能呀 那它的一个重试呀 选取呀 这些东西 其实如果你作为一个pass层 你是必须要管理好的 然后在上一层 我们其实就像刚才说的 我们认为其实咱们常见的 其实就是算法和协议 所以呢我们也会提供了 常见的算法和协议给大家用 对于计算来说 那么CPU它提供给用户用到的 就是一个具体的算法 比如SOT或者是MapReduce之类的 那么对于网络的话 其实它给用户提供的 就是一个我们常见的一些网络协议 这个就是我们在去做异步的时候 异步资源一定要去每一层 都拆的比较对称 这个是workflow整一个 它的一个架构上的特点 然后来看一下下一页 就是这一层的话呢 其实就是来介绍具体的一个任务了 是这样的 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的计算和网络是对称的 那它的对称性还可以体现在哪里呢 体现在它的用法上 就是左边这边是主要的用法 右边这边其实是一些基本的接口 我们可以先看左边 就是我们对于不同的一些资源 其实它的一个定位肯定是 就是一定是一个类似的方法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对于一个网络请求 那么我想要找到这个网页 那么它就是带着URL去 那如果我要打开一个具体的文件 去做Pread或者Pwrite 那么我们带的肯定是一个文件名 对于计算来说 那么其实它就是 我需要请求这样的一个资源 那么其实我的这个资源 它就是一个对链名 所以在用户的接口上 我们都是带着我们想要的资源的名字 来通过工厂 然后去创建一个什么任务 然后呢 所有的无论是计算也好 或者是网络也好 创建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然后你拿到的都是一个具体的任务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就是在计算和就是网络 以及其他资源上的一个用法上的统一 那么在内部的接口上其实也是非常统一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其实内部是基于 SCD function来去做它的一个回调 就是这里传进去的callback 那么对于计算来说 我其实是一个算法 算法还有什么呢 算法再加上输入输出 那么对于网络来说 网络它除了它的协议还有什么呢 还有它的请求和回复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接口上 其实所有的资源它都是非常的对称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任务 其实它所有东西都是行为派生的 这个行为派生在这张图里 其实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我们的一个任务的资源的一个 就往上层的一个派生关系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我们可以从上面开始看 就是所有东西呢 其实都是从工厂创建出来的 那么大家会看到如果我create完一个task之后 那么它什么时候释放呢 其实这个东西是框架来保证 它会自动在我调到我的这个 STD function的这个回调函数之后 它会自动被释放的 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我们去做一部框架的时候 如果一部的内存管理的不好的话 那么其实用户写代码会有非常多的困难 然后我们可能会需要引入很多一些什么 回收机制啊等等的去协助 但是这样的话呢 对框架的性能就会有非常大的损伤 所以我们去设计一个自己的一部框架的时候 就是大家也一定要注意 就是必须要明确的划分好 就是不同的资源 它的一个生命周期是什么 而对于workflow里边 他们都是从工厂派生 然后从工厂创建出来 并且它是在回调函数自动被删除的 第二点就是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刚才有提到 我们自己去实现它的一个任务的时候 那么它其实内部呢 很可能是个复合任务 这个待会儿会仔细的说一下 第三点呢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Server和Client 其实它是非常的对称的 就是说无论是一个客户端 或者是一个服务器 那么其实他们拿到的一个任务 都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一开始的一小段代码里边 它就是一个HDP task 这个对于用户的心智负担 其实是会降低很多的 然后并且它其实也比较符合一种 就是非常方便我们去把一个server的process函数 去做成一个服务 就是也比较符合一个service as a function 它的那个就是 就是function as a service 它的一个想法 所以呢 就是最下面一层就是一部的不同的资源了 然后就是用户其实到这层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是无感的了 用户拿到的就是这一层 然后呢 这一层是做一个行为派生的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具体的 可以被调用到的 就是可调度的一些单位 封装出来的最基层的一个任务 然后可以看到 刚才说了 我们东西其实是可以去作为一个复合任务的 那么复合任务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或者说它其实具体是解决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其实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是用回调函数来去做 那么其实可能会有小伙伴去问说 回调函数的话 那其实我们对这个一部的时候开发的这个代码的碎片化的引入 其实这个会很难解决 尤其是对于不同流程的一个组织就会很困难 所以workflow其实它这个项目是解决一部资源的问题 但是它之所以叫workflow 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项目最重要的价值是在于我们去解决用户去调度不同一部资源的时候 它的一个流程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架构层级再去介绍完一部介绍完任务之后 我们这个第三点是我们的一个流途是怎么组建的 然后这里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提供了series来去作为我们串行的任务的一个任务流 并且我们提供了parallel去作为并行任务的任务流 所以呢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张图它有点像一个就是一个电路图 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串并联的模式 那么这种它就是一个串联 我可以把任务后面再串一个任务 parallel呢就是我可以去并联起来不同的任务 并且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的不同的任务 其实它可能是不一样的一部资源 但是它可以被同等的去串起来 就是说我这个series parallel 我是不会在意你底层是什么样的一部资源的 这个是我们刚才为什么要去划分层次 然后大家要非常去对称的原因 这个就是在于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方便 然后那你说有没有一些模式是串并联所解决不了的呢 其实当然是有的 就好像我们右边的这个DAG这样 像这种多路边的话我们是单独提供了一种DAG的模式去做的 DAG呢其实一般都会是静态去创建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想要动态去创建的话也是可以的 就是我们在这里去动态的在它的回调函式后面继续往我们当前的series里边去创建下一个任务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流途它的意义就是在于我可以把这些任务 即使它是不同的资源我也可以组装起来 并且我还可以静态或者动态的去创建它 那流途有了具体的解决的问题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HTTP一个任务 那么用户去拿到一个HTTP的URL 他想去往他发请求的话 他其实只关心我发起一个HTTP的请求 或者说一个HTTP的任务 以及我的一个回调函数 那么所以其实他看到的只是这里和这里 那中间会做什么呢 就是不知道大家用其他或者做其他的那些网络框架的时候 有没有关心到我们的一个重定项要怎么做 就是其实在workflow的目前的这一套模式 重定项它的一个做法是非常的自然 以及符合我们自己的一个任务组装的一个编程思想的 是这样 HTTP一个请求 如果他目前没有命中到DNS catch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发起一个DNS任务的 就是可能说 你不仅是一个要去计算getADDRinfo这么简单 就是我们其实也实现了DNS协议 我们会发起一个UDP的DNS任务 然后等DNS任务回来了 我们才会去把它的结果 然后去作为 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到底要访问哪里 就真才能真正发出用户的请求 然后我们发现302了 那302怎么办呢 我们会去修改一下用户需要去请求的目标地址 然后并且重新拉起还是同一个用户的请求 最后直到请求回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调起这个回调函数了 那么这里的话呢 中间的这一部分其实对用户来说都是看不到的 那这个意义是在哪里呢 意义就是在于我们的任何一个任务 其实它都可以去做一个这样的封装 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个流的时候 其实它有点像我们去封装一些函数 但是函数它是同步的 那么我们去做不同的异步的事情的时候 你想要去隐藏起你的一些复杂的内容 你去给别人只提供一个简单的接口 那么你用workflow的这个复合任务的思想 就可以非常好的去解决 那所以其实前面说了这么多 都是为了介绍到我们其实会有一个思想 就是我们一定要基于不同的一些任务的一些流 去做一些事情 那么其实这也是workflow它本身的一个 编程范式里边的一个想法 workflow认为程序应该等于协议 加算法加任务流 就是刚才提到的协议呢 就是我们常见的 比方说像htp或者是radis 然后或者是我们自定义的rpc 然后它只要其实协议嘛 就是只要你提供了我的请求 以及回复它的一个序列化反序列化的函数 那么其实协议你就是可以自己实现的 那么算法是什么呢 算法它其实和协议是非常对称 只不过协议它是协议加请求加回复 那么算法的话就是算法加输入加输出 那么算法的话呢 我们更常见的是我们会自定义一种具体的算法 那么我们任何一个边界清晰的一个调用的内容 其实我们都应该是可以把它封装成一个算法的 我们可以把算法想象成一个可以飞出去的网络请求 那么在这个网络请求飞出去之后 其实它肯定是不能被打断的 那么其实如果你要用任务去封装一个算法的话 也是同样的 你要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可以被中断的一个义部任务 那么你就可以把它封装成一个算法 那么任务流是什么呢 任务流其实就是具体的业务逻辑 就好像我怎么去发起个HTP请求 然后我又去怎么去做一些计算的东西 典型的任务流呢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会有并行和串行 复杂的任务流 就是像刚才有提到的DH这样 那么不同的任务 它其实是应该能够被同等的组装起来的 并且所有任务都应该被系统尽可能的同时去调起来 这样我才能够尽可能的同时利用CPU和网络和其他的资源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层次之后呢 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 Wookflow本身它其实是非常适合做一个 就是二次开发或者是基于这个层次之上去做一些事情的 它作为一个引擎吧 其实它这个是一个就是比较强的一个编程范式的思想 这个其实也是当时参考过就是有一些学术界的 有关于进程代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其实在Wookflow里边 我们对于刚才介绍到的Series和Parallel 有三个约定 首先Series是由任务来组成的 第二点呢就是Parallel是由Series来组成的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Parallel是一个任务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它和第一条就递归了 它是一个任务 然后它又可以被组装到Series里边 所以Wookflow它本身其实是一个 我带了循环以及具体的控制的一个逻辑的 这么一个完备的编程范式 就是这里可以额外的解读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Series 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才可以去不停的往这个任务流后面放 并且无限的去迭代下去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去学一个编程语言去 然后我们会去找一下它的FOR循环 外的循环怎么写 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因为Parallel 它是各个串行任务流的一个汇总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收敛的过程 那么Parallel它本身是一个任务呢 刚才也都介绍到了 我们东西就可以被嵌套到Series里边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组装成一个复合任务 就是像我们才去学一个编程语言 去学一个函数怎么写 只要我约定好了这个复合任务 它的接口是什么 那么其实用户是不用关心我这个函数里边去怎么实现 然后我的这个函数或者说我的这个复合任务就可以给其他人再去使用了 这个就是Workflow整一个的一个编程范式的思想 那之后进入了第四点就是我这里会快速的去过一下 就是我这里有三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重构的例子吧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原先的一个流水线的模式 它是检索系统非常典型的一种模式 但是这种模式呢 流水线其实它如果按资源配比的话 其实它的配比是非常的不灵活的 那么用Workflow改造之后呢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Workflow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把系统资源都统一的管理好 所以你的连接附用线程附用我都可以帮你去做 当你想要去增加新一路的一个流水线的一个模块的时候 那么你的资源配比有可能跟原先已经变了 但是没关系 Workflow会尽量的帮你做到 只要有系统资源它都会帮你掉起来 所以当时我们去进行了这一版重构之后呢 性能是有非常大的提升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刚才有提到 我们其实是支持了非常多的一些协议都是自己去实现的 传统我们原先在一个抓取中台里边 我们要去抓取就是不同的HDP 然后并且去把它放到不同的数据库里边的时候 我们要去自己管它的Client 有些Client可能还比较好用 但是有些Client可能它本身就不带什么异步或者是附用的功能 那如果你统一用Workflow来做的话呢 当时我们的一个重构之后 就是由于Workflow本身它的一个网络就是纯异步的 所以你在上面无论去做任何的协议 你不用再去管它的一个就是 线程或者是连接它是怎么样去封装的 然后这样的话 所有的用户接口都非常的统一 所以开发起来就会非常的方便 性能也会得到非常大的提升 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 我们在去做云输入法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CPU密集型的一个server 那么也就是说server它既要去接受网络请求 同时呢它也要去做复杂的CPU计算 其实我们用C++无非都是为了能够让就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吞吐要去非常的高 然后并且我们希望我们的CPU也能尽可能的用得上去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任何一个线程可能去在做等待的时候 可能计算会影响网络或者网络会影响计算 但是呢如果你把所有的调度都同等的去对待 然后同等的去只要有资源就可以调起来 那么其实这就是workflow非常擅长的事情 是可以把网络和CPU或者甚至是磁盘 然后都这些不同的异部资源都可以同时去吃满的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去帮助云输入法去改造的时候 它的一个CPU密集型的server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应用 然后最后就是介绍一下 我们在这就是在这上面做的一些生态 其实呢是这样的 刚才有提到就是有做了一套叫做sRPC workflow本身它其实的定位和很多RPC框架 其实是不太一样 我们会认为RPC协议只是HTTP或者是Redis 它是并列的 那么协议之间它是并列的话呢 它只有底层的一些就是网络通信器它是共用 所以sRPC底层网络通信器是用了workflow 但是呢它上层支持了不同的协议 然后呢或者是不同的IDL 然后不同的压缩算法 然后最后有一些生成代码给用户使用 并且sRPC目前是可以支持open tracing和open telemetry的一个tracing的流程的上报的 所以这是workflow上面的一个目前用的也比较多的一个生态项目 还有什么生态项目呢 我们基于workflow做了一个普罗米修斯的exporter 这个比较简单就不用细说了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有去刚才有介绍到就是内部其实我们是有服务治理的 然后服务发现怎么做呢 我们提供了服务发现接口 就是说我们只要通过插件 那么你就可以和其他的服务发现的集群 拉下他的服务发现的具体的内容 然后添加到workflow里 那么在你使用这个pass层的这个用户代码上 你就可以无感的去使用服务发现里面拿到的数据去进行路由 所以呢我们现在实现了一个workflow kubernetes的一个插件 它是可以对接kubernetes里边对于每一个pod他的一个路由信息 然后后续也会支持其他的一些service mesh的一些系统 前面其实提到的这些都是我们会去做几个方面嘛 就是一个trace matrix或者是服务发现等等的一些就是与云原生的其他系统对接相关的事情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python层的一个接口就是我们利用了pybind来去做pyworkflow 其实呢workflow目前的一个计划是远远不止如此的 因为其实他目前只开源了一年 那其实我们希望能够去基于他这样一个非常底层的一层引擎吧 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做很多他的一个生态项目 然后也希望能够去和云原生进行更多的一些对接 所以这块呢其实我们也在不断的推进和学习中 然后最后的就是总结一下了 就是刚才其实有提到我们去拿workflow去做一些重构的时候 它会有非常大的性能提升的 那么我们的有我们有具体的压策的性能对比是主要是和Andrex进行对比的 为什么和Andrex进行对比呢 就是因为刚才也有提到过 C++在开源这方面 其实PaaS层其实应该是最近几年是很少有比较新型的一个模式来去出现 Andrex可以说是至少在网络方面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经典的框架 那workflow呢它更适合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做网络服务器带上计算 计算与通信融为一体的这么一些场景 所以呢我们当时和Andrex有做一些基本的调度的对比 那其实也是性能也是非常好的 这里呢有一个说的是我们去做一些proxy的时候 我们的性能是纯的server的二分之一 其实这个怎么理解呢因为proxy它本身是一个逆步server 就是说我们再去接收完这个请求之后 我们必须逆步做一些事情 那如果你的性能可以存为你做普通乒乓server的二分之一 那么就说明你内部的所有的逆步调度都是无损耗的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理论最大值workflow是可以做到的 另外就是一点点就是我们在开源相关的一些经验吧 首先我们其实是后来支持了就是编译裁剪 然后所以呢外加就是我们其实是非常轻量级 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依赖编译非常快 然后编出来的代码非常小 所以其实workflow这个不仅它是一个云上或者是端上可以用 即使在嵌入市场 我们其实也发现开源社区里边还蛮多小伙伴也有在用的 另外呢就是也有提供一些其他的组件 然后以及二级工厂 并且还有做许多的一些生态项目 另外呢就是我们发现在windows下的用户 然后或者说用workflow来做一些计算server的用户 其实是最多的 另外就是最后一点就是也有人开始基于workflow的这个pass层来去做一些其他的自己的生态项目 所以说明其实他的一个二次开发还是比较简便的 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 就再次感谢主办方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然后呢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GitHub上面继续与我们进行交流 然后其实在开源方向我个人的话 其实还是希望能够积累更多的经验的 所以就是也希望就是通过这次的会议吧 能够得到大家非常多的反馈 然后继续把我们和云元生结合这块做得更好 谢谢